2024全国女排冠军赛行进到第二战的争夺中 目前依旧是苏护保持不败精神 领跑着积分榜 江苏是7连胜积21分 上海则是6连胜积17分 排在榜演的是河南队 5胜2负机15分 浙江队本次发挥不赖 4胜2负机10分排第4 预计最终也是苏护会试决赛 一决高下 老排竞旅辽宁女排 第一阶段发挥10分拉胯 暴冷五连败垫底 仅在北京队身上拿到了一个积分 第二战日级名帅吉田铭铭 队名单进行了调整 上赛季转会深圳中赛的十名同入列 还有球迷们很关心的胡明润也复出了 并接过王美亿的队长秀标 复出的小胡驻队拿到了第一个胜场 3比1肯下河北 赢首胜的同时也送给对手6连败 四局比分为25比14 21比25 25比16 25比11 话说想当年的小胡如今也28了 成为队中的大姐了 复出打满全场 伤病恢复的不错 只是昔日精瘦刚进的胡一刀 变成了雪山肥狐